2011年一位网红 因为将自己的认证信息修改为 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而名声大噪 更是因为凭一己之力搞臭了红十字会 被媒体誉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温神 他炫富 磅大款 赌博 卖假药 对网友 即万千不良风气于一身 二进二出监狱 靠给老男人当干女儿发家 而如今却钟爱和女性谈恋爱 他就是中国炫富网红的鼻祖郭美美 2021年3月18日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通报了一则消息 这则消息称警方于当月11日 破获了一起生产销售含有违禁成分 西部屈民减肥产品的案件 这桩案件的涉案金额高达5000万余元 而参与这桩案件的32名嫌疑人 也已被全部抓获 然而在这桩看似普通的案件中 有一位十年三十岁的女嫌疑人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因为这名嫌疑人并不是什么普通罪犯 而是曾经大名鼎鼎的炫富网红鼻祖郭美美 2011年 郭美美因在网络平台 打着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名号高调炫富 从而给中国慈善事业引来了巨大的信任危机 虽然郭美美在事后澄清 这完全是一场因虚荣心导致的闹剧 红十字会也在事后撇清了与郭美美的关系 但红十字会的公信力还是因为此事严重受挫 甚至于到了今天 中国红十字会善款的流向 仍然在遭受大家的质疑 在事发之后 虽然郭美美凭借一己之力 让中国慈善事业陷入了巨大危机中 但她还是幸运地从中全身而退了 不过由于郭美美本性嚣张跋扈 身上还有种种漏袭 所以郭美美还是在2015年 因为违规开设赌场被送进了监狱 直到2019年7月 郭美美才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郭美美在出狱后不仅没有洗心革面 反而在三年后就二进宫了 那么郭美美这次入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原来郭美美在出狱后 就投身到了潜力巨大的直播带货蓝海中 想从中捞点油水 然而与其他带货主播不同的是 郭美美一直都是一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 所以郭美美在明知减肥类食品中 添加了违禁成分的情况下 却仍然在直播间和微信里销售减肥糖果 因此警方才会在调查这起案件的时候 将她又一次送进了监狱 那么郭美美究竟为何会如此的爱财呢 她短短三十余年的人生又经历了哪些大风大浪呢 这一切都得从头开始说起 1991年6月15日 郭美美出生在湖南一阳的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家庭里 她的家庭成员几乎是全员恶人 首先是郭美美的母亲郭登峰 她此前曾开过洗衣中心桑拿店和茶艺店 还沉迷于玩股票并称自己为股神 而郭美美的父亲则是当地出了名的诈骗犯 她的舅舅是个隐君子有过多次入狱经历 而她的大姨也曾因为容留他人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被判入狱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对郭美美来说可谓是非常不幸 小时候的她常常会在睡到后半夜的时候 听到有警察敲门说要来她家来抓人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郭美美自然也渐渐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了 因为对于此时的郭美美来说 金钱和美貌远比知识来得更为重要 据郭美美的老师回忆 郭美美从小学习成绩就不好 在母亲和大姨的影响下 她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吃穿打扮上 个性也十分张扬 所以郭美美在初二的时候 就被一阳第一中学勒令退学了 在被勒令退学后 郭美美又被母亲送进了一阳市朝阳国际实验学校 由于郭美美是以转学生的身份进入这所学校的 所以她当时经常遭到同班其他同学的排挤 然而面对来自同班同学的霸凌 郭美美却完全无所谓 因为她只在乎自己的炫耀能不能获得别人的羡慕 不过由于郭美美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学习上 因此她不久就又从学校辍学了 很快时间来到了2008年 在母亲的带领下 郭美美首次来到了繁华的大都市北京 并从此开始做起了明星梦 在来到北京不久后 郭美美要求母亲赤巨资 送自己报名去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进修 但郭美美却在学习了一年之后 就急不可耐地离开了学校 而她的再一次退学是因为 她在好乐迪男人KTV卡拉OK大赛上拿到了冠军 并借此机会当上了北京百事熬园的形象代言人 这让郭美美认为自己总算是有机会出人头地了 所以她不愿意再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上 而是迫切地希望自己能进入繁华的娱乐圈 不过由于郭美美成长于一个复杂的家庭 所以她自己也知道娱乐圈不是那么好混的 只有背靠大树才好乘凉 于是彼时刚刚成年的郭美美 开始为自己寻觅起了金主 而她也很快就如愿以偿地找到了这位金主 这个人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企业 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王军 2010年8月 经中间人的介绍 年轻貌美的郭美美认识了富有的王军 由于这两个人一个图钱一个图色 所以他们很快就一拍即合 成为了情人关系 不过为了掩人耳目 王军一直对外宣称 郭美美是自己的干女儿 在二人热恋的这段时间里 每当郭美美需要钱了 她都会从北京飞往深圳找王军 而王军则会负责郭美美的衣食住行 每次还会大方地给她五万包养费 不过区区五万 是完全无法满足郭美美的虚荣心的 有一次郭美美以生日为理由 要求王军给她买一辆 马沙拉蒂跑车当礼物 如果王军不买 她就和王军断绝往来 最终王军还是耐不住 小女友的软磨硬泡 花费了240万 为郭美美购置了一辆马沙拉蒂 就这样郭美美明白了 不管自己怎么作 王军都会满足自己的要求 但与此同时 郭美美也明白 王军对自己的慷慨 完全是建立在她年轻貌美的基础上 如果她有一天年老色衰了 王军很有可能会将自己一脚踢开 就这样参透彩色交易的郭美美 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打扮自己 据郭美美的整容医生说 她每年花在整容上的钱 就有13万之多 出手阔绰的样子 就像真正的白富美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 郭美美的高调 很快就给她引来了货水 2011年的某一天 王军的一位商人朋友前来拜访她 并希望能与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达成合作关系 在这二人交谈的过程中 郭美美意外地得知王军就职的中红博爱 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企业 她的主要业务是关于红十字会 相关公益服务项目的投资 运营和管理工作 虽然郭美美并不知道中红博爱的业务内容 也不知道中红博爱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 但她还是在一旁起红说自己想做公司的CEO 而王军也溺爱地告诉她 你想做什么都行 不过此时的王军可能也没想到 她完全低估了郭美美的虚荣心 而也正是因为她这随口的一句话 让中国红十会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2011年6月份 刚过完生日的郭美美 把微博认证改成了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但当网友们打开她的微博页面的时候 却发现这位慈善机构的总经理 居然自称住大别墅开马沙拉蒂 不仅如此 她还拥有数十个爱马仕包包 出远门从来只做头等舱 郭美美这样高调的奢华生活 无疑让互联网瞬间炸了锅 自此一场有关于郭美美的讨伐在坊间展开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王军和红十字会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重视之地 为了平复风波 中国红十字会在6月22日发布官方声明 称商红会中不存在红十字商会这一机构 更没有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一职务 而郭美美其人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没有任何关系 其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 及项目基金也没有任何关系 随后郭美美本人也在微博中回应 她并非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而是就职于与前者合作的中红博爱 她只是出于虚荣心才认证了 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称谓 为此她愿意向社会和红十字会道歉 至此郭美美一手打造的闹剧算是落下了帷幕 但郭美美事件让许多网友都开始将红十字会与贪官拜金女等词挂钩 这让中国各地红十字会的信誉都受到了质疑 甚至于其他慈善机构收到的捐款也大大的减少了 据统计在事发一个月后 全国七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 和事发前相比降幅超过50% 中国各地慈善组织在6到8月 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达到86% 而中国红十字会在当年接受的捐助 更是直接减少了28亿 可以说郭美美凭一己之力 让整个慈善事业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但讽刺的是将水搅混的郭美美却并没有就此收敛 事实上心机颇深的郭美美 从来就不只有王军这一位金主 在郭美美事件爆发后 她更是将已经身败名裂的王军抛弃 并通过网上联络 熟人介绍及主动搭讪等方式 多次与许多富商进行性交易 而她价码最高的一次 竟达到了一碗40万元 就这样郭美美不仅从自己一手打造的慈善危机中全身而退 她甚至还过上了比之前更加奢靡的生活 而每当有人质疑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时候 她都会声称自己的钱都是通过商业演出赚来的 然而虽然郭美美在表面上和演艺公司签了 每年有不少于50次商业演出的合同 但她实际演出的数量却不足20场 因此郭美美的钱大多都是通过财色交易赚来的 不过此时的郭美美虽然一如既往的嚣张跋扈 但她的好日子也过不了多久了 因为郭美美很快就因为自己的陋席被送进了监狱 事实上郭美美在早年被王军包养的时候 就养成了赌博的陋席 从那时起她就开始频繁地忘返 澳门、香港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赌博 到了2012年年底 她更是与一名外籍职业德州扑克赌徒康奈德 发展成为情人关系并与其在北京同居 在二人浓情蜜意的这段日子里 本身就有赌影的郭美美和她的赌徒男友康奈德合计 他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当做事业 于是他们在交往了仅仅几个月之后 就于2013年2月在北京私自开设了一家赌场 在布置好赌场之后 郭美美直接亲自打电话 邀请她曾经的多位干爹前来捧场 而她的赌场也很快成为了财色交易的根据地 在经营赌场的日子里 郭美美每次都会自己聘请专业发牌手 找专人负责赌资结算 而她本人则会从中 抽取3%至5%的返点作为水钱 由于郭美美设置的每场赌资金额 都在百万元以上 所以她本人很快就通过抽水 非法牟利了数十万元 不过俗话说数大招风 郭美美的这项违法活动 很快就给自己惹来了麻烦 有一次郭美美带了一位诸性富商 到家里参与赌博 由于对方事先没有贷钱 于是郭美美当场豪爽地 借给对方四十万 然而诸性富商那天的运气不是很好 几个回合下来就将四十万输了个干净 见此情景 郭美美要求对方马上还钱 否则就不会放她离开 看到郭美美嚣张的样子 诸性富商有些生气 于是她和郭美美 及其男友发生了激烈争执 而当诸性富商在当天成功脱身后 她更是越想越生气 于是她转身就向北京警方 举报了郭美美违法开设赌场的事 而警方在接到举报之后 也很快就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就这样郭美美 纸醉金迷的生活彻底结束了 2015年9月10号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判被告人郭美美犯开设赌场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在高清镜头的拍摄之下 郭美美的态度却十分淡定 甚至还放出不缺男人包养这样的话 不过她的嚣张气焰 在她锒铛入狱后 很快被现实的冷水浇灭了 在入狱的这段时间里 因为长期免疫力低下 加上情绪不佳 郭美美从此患上了假抗 并靠吃药控制病情 在2019年7月13日 刑满释放的时候 郭美美更是浑身发肿胖了将近20斤 在初一五个月之后 郭美美于12月16日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视频 画面中郭美美声泪俱下地声称 她觉得以前的自己很幼稚 但是自己现在沉淀了很多 此外郭美美还声称 自己在深夜的时候特别难受 后悔 因为她觉得自己有愧于家人和社会 最后郭美美在视频中 更是声泪俱下地连声说对不起 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大众的原谅 并希望以后大众能在看到她的改变后 再次接受她 那么郭美美在视频中 说的这些是她的真心话吗 恰恰相反 虽然此时的郭美美 看似已经喜心革面 但是改不掉不良习惯的郭美美 还是很快就又重走了她的老路 细心的网友可以发现 郭美美在12月16日发布的那支视频中 已经换了一张脸 原来在第一次出狱后 郭美美首先给自己的脸 进行了一场改头换面的精装修 并在出差的路上 顺手给自己买了一个 价值200万左右的loft公寓 面对网友是不是找不到人包养的质疑 郭美美更是不改她刁蛮任性的性格 直接正面刚了回去 声称自己月收入60万 而在提到嫁给郭富城的方圆的时候 郭美美也只是嗤之以鼻地说道 方圆每个月固定领10万生活费 为我一半挣得多 更为我潇洒快乐 我还真不稀罕嫁豪门 我自己做豪门 事实上 郭美美对外宣称的这个数字 也不是无凭无据 因为郭美美在出狱后 不仅开了服装网店 而且还为自己创立了化妆品牌 在直播界 她更是混得风生水起 由于当年的郭美美事件 可谓是家喻户晓 所以郭美美自带的流量 让她瞬间收获到了 众多粉丝的支持与喜爱 并自此成为了一名 小有名气的直播网红 这让郭美美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 在这段时间里 郭美美除了拥有了红火的事业外 她更是在网络平台大胆认爱 声称自己在最落魄的时候 遇到了一名警校出身的女子 而这位女子给予她的温暖和爱意 让她一辈子都无法忘怀 因此郭美美认为 自己在颠沛流离了这么多年之后 终于遇到了自己的真爱 从表面上来看 此时的郭美美可谓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然而由于她拜金贪财的本质 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郭美美在出狱三年后 因为销售违禁减肥食品一事 又一次游走到了法律的边缘 并再次被警方带回了警局 2021年10月18日 郭美美因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 获行两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到了2023年9月 郭美美刑满释放 不过即使是在第二次出狱之后 郭美美也并没有就此消停下来 她出狱仅一个月就开启了直播 还晒出了自己在夜店打碟的照片 疑似当起了DJ 还在出狱两个月之后 又和一名女生谈起了恋爱 根据郭美美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照片可以得知 她的这位新女友也是一个有钱人 对方不仅给郭美美送了 最新款手机 名牌包 酷酪米玩偶等 还让她开上了自家的麦巴赫 在2024年3月更是出手阔绰 付下65万订金准备送她一辆新车 郭美美更是高调地发微博晒出了付款截图 让网友猜测车的品牌 当然除了频繁秀恩爱之外 郭美美还是不改当年爱对网友的本色 嚣张地对网友喊话道 你都富不了我也穷不了 看来两次的监狱改造 都没能丝毫改变她贪图虚荣和高调的个性 那么对于这位拜金女网红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 这里是迷雾调查组 我们下期见 对付证实际三个信用 ! 你 对 mm